开着一台小货车 拉着一个小姐姐出去露营 是怎样的体验 前两天呢 志斌给我送来一台 武林的阳光小货车 她能给我讲说 放在营地里让我去拉拉货 节省节省营地的一些开销成本 但是我有了车 我怎么可能只用于拉货呢 那不现实 今天呢 我就带着我们横野露营地的客服小姐姐 海婷 带着她 我们一起去露营一场 今天你就主要负责跟我一起 玩好 吃好 一起负责美就行了 好好好 相信你一次 好 那我绝对不让你失望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露营装备 开始装车 因为有足够大的货箱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丢随便装 都不用担心它的空间 OK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 已经装到我们的货箱里面了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出发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 是广州征程的一个水库 我们从深圳横野出发 一个小时20分钟即可到达 这里除了能感受一线城市的龙耕气息 田野风光 还能钓鱼 花江板 近距离的跟刘杰处是一个天人 还是挺大的 之前也做过后来了 当时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是搬家的时候 然后那不是 你敢信我叫了一台顺风车 结果是霍拉拉来接我的 当时就很惊奇的那种感觉 感觉都边边角角的放了好多东西 也没有地方给我放 我的一个包就这样抱着 很难受 然后就像这样做的 我就觉得很宽敞 我的腿都可以放上来 放到这个边边角角的前面 然后这个前面又感觉可以放很多东西 我在这里放了个纸巾 放了手机 充电宝相机都放这里了 对啊 这边边也可以放 它的隔间太多了 我真的是看不过来 相对于你之前体验过的霍拉拉来讲的话 第一个空间要比它大 第二个要储物的空间更多 对对对 除了空间比较大以外 你觉得坐在这个车上的舒适性怎么样 会不会很颠啊 然后会不会很晃啊 没有就是坐在这儿 我感觉跟其他车比起来 但是它这种顺滑度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OK的 它的送滑得利于它是一个电车 它起步会比较贫送 我们公司有这么多SUV的车 为什么你会选这台货车来带我露营啊 这台货车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开出来 那我之前也很想买一台这种货车 然后改造成床车出去旅行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哎那好多牛 我去看看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一部分的人 他只有一台车 但他这台车呢 又是他的生活中的主要赚钱工具 例如货拉拉这一部分人群 他除了载货 他平时也需要一些自己的适用空间 在你比较闲暇的情况下 也可以带着你一家人出来露营 然后陪伴一下老婆孩子 具体这台车 我们能够打造成 怎样的一个露营场景呢 晚一点 把我们打造好的场景 呈现给大家 小赖别玩了 回来了我们去搭天幕了 好吧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天幕也搭好了 床也铺好了 出发前小赖问了我几个问题 就这台车啊 有厕所吗 蚊子会不会很多啊 很闷吧 有空调吗 我们现在也全部都解决了 我告诉大家怎么解决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床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是直接用了后车厢 装了一个床垫放下去 这就是一个大床 空调 我就是把后面那个货车的那个板 拆掉了一块 冷气就会从驾驶室那边吹到里面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安不安全 货车都是铁皮 我们把这个整个门全部关起来 然后锁车 其实相当于在一个密闭的空调房里面 问题不大的 怎么解决蚊子的问题 带大家看一下 蚊箱呢 是一个爱草的蚊箱 天幕周边多插几个 基本上就不会有蚊子来咬你 这个我们已经试过很多回来 是真实有效的 并且效果非常好 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上厕所的问题 女生上厕所很不方便 在外面容易曝光什么之类的 带大家看一下怎么解救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洗澡的帐篷 放了一个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呢 套垃圾袋的 你用完以后 然后就可以把垃圾袋给丢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准备 等一下开始收晚餐了 此时呢 考虑到海亭第一次在户外录营 为了让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录营体验 我们呢 也特地提前做了很多 前期准备工作 露营的意义也并非是 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真实的露营 总会充满着各种挫折与挑战 我的锤子呢 这个位置坏了吧 还是摆设用的 你这个灯 你这个灯之前可以用啊 现在没有桌子我没法吃饭啊 什么东西都干不了 拿什么顶 你不是拿上车了吗 我真的服了 回家明天再来 这个花野求生有区别吗 半化中比困难度 要怎么搞 没事 你先把绳子帮我解开 等一下烤肉还没吃上就 他已经在想着心心念念他吃烤肉了 那不得想一想吗 我们今天也是一波三折 从刚开始来到搭天幕 整这些东西 我们发现我们带了个桌子没有腿 就是露营啊 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露营地去露营 还是有道理的 感觉挺辛苦的是吧 毕竟我们从上午出发 然后中午就简单吃了一点 一直到现在没有吃饭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